剛剛老師呢 已經體驗過這樣錄影 你有沒有覺得 錄下影片 你還可以接受嗎? 喔 老師要求沒有很高 以我的標準來講 這樣還 還可以再更好一點 第一個 如果你用的是 Notebook 或者是 我們桌上景上 外加一個網路攝影機 老師有沒有感覺 你在看那個螢幕的時候啊 感覺起來 應該說看你錄下來的影片 你有沒有感覺你都在低頭 因為你眼睛 並沒有看著螢幕 螢幕 不是 你的眼睛沒有看著攝影機 因為攝影機就是未來觀眾的眼睛 因為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們在放的時候 我們的網路攝影機都放哪裡 是不是放在螢幕上面 可是你眼睛在看哪裡 螢幕下面 所以你會覺得 感覺不專心 呵呵呵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錄影上 比如說你看我這樣 看著他 你有沒有感覺 看 投影機 我沒有在看著你 所以一般來說 以我的角度來講 我會搭配那個 像我就是有 像這個網路攝影機有小的腳架 我會把他放在哪裡 大概螢幕 中間 或者是螢幕的 就是右邊或左邊 跟我眼睛 差不多等高或低一點點 因為當我低頭看螢幕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過來 我就是看著觀眾的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 如果你看那個 有時候 那個新手的主播 上台的時候 有時候他 會偷看下面的那個字幕稿 或者是看那個 沒有看著你 有沒有 尤其播報氣象 氣象是最明顯 那個新手上手的時候 他看著旁邊 那個 他的 大字幕啊 什麼的 他就沒有看著你 這是很明顯 所以你的那個攝影機角度 說真的 你是需要調整一下的 需要調整一下 再來就是如果你是用No Book的 老師會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No Book是不是 放在下面這樣上來 你會覺得 老師用鼻孔看著 有沒有我們 如果你開遠距會的時候 噢 這樣 大家都比鼻孔 看成比較大 因為 下面上來的話 馬上 這個角度就不對了 可是你把它放平了 哇 變成你要做人後面 對不對 不然你看起來反正會怪怪的 所以其實 在這邊 是可以做一些 就是做調整 調整過之後 你會發現說 原來 我要怎麼樣看著螢幕 跟觀眾想話 這個是 對以後 他真正就是說你影片同學在看的時候 是 有影響的 不然人家只會覺得 為什麼你一直看著螢幕 就低頭啦 感覺就是一直低頭 就沒有說很認真 所以我現在都不會 常常低頭看螢幕 我在講話的時候我都會看著他 不然就看著你們 這樣你不會覺得我好像頭低低的 嘿嘿嘿 這個是 慢慢老師 做的時候可以體驗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打板嘛 打板的話 那 請問是 卡下去的時候才錄 還是 還沒卡的時候就要錄 還沒打下去就要先錄了 對不對 因為打下去之後 導演就不講話了 就全部都 就正式開始了 所以那個 敲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 大致上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那 你剛剛錄影的時候 我們 今天會多錄幾段 下午的時候就可以來撿撿撿 自己的 影片自己撿嘛 哈哈哈 因為沒有人可以幫你 你到底哪一個 講到哪個段落是OK的 就要靠你自己判斷 這樣了解 好 所以我們稍微把 可能剛剛老師在用的時候 的一些問題 檢討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 藍綠木的 因為我們 學校買的 還有我那個 有一個藍綠木 是比較厚的 他就比較不容易有 就是那個 背光 或是燈光 的問題 你如果買比較薄的 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 方向 那老師在買的時候 像主任 您這個在哪裡買的 網路上 網路上買的 是 找佈裝 類似像這樣 自己裁切 強度嗎 叫蘋果網 喔 在做也是OBS 那種線上 了解了解 請問要這樣多少錢 差不多要5千塊左右 5千塊有喔 不好意思我去佈裝買的 我買的是寬度600公分 高度應該是差不多180啦 180 這條 400 400 500 這條600 所以 你也可以自己去裁 自己去佈裝裁 那我只是多 撤一個邊 跟那個 加一個耳朵 這樣也可以 那當然你網路上 也有那種 就是像 像我們一般去那個 就是人家比較常見 就是可以 撐開的 有沒有像我們那個 收納的那一種的 那一種大概一個 差不多都是2000塊左右 2000塊上架 看你自己 那我是覺得我用布的 其實效果不錯 而且你可以自己裁 你想要的 長度 因為我這個拉開 就跟我們那個黑板一樣大 這樣其實 在一般教學上 或者老師錄影的話 應該都還夠 應該都還夠 這個是 跟老師分享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 你回去 可能 以大學來講的話 是 都會有 一間叫做 那個 虛擬正門 但是高中指一下 學道多數沒有 這是疫情 很多都有 就是 稍微比較陽春一點 這樣子 但是沒有關係 能夠達到 這樣的效果就可以了 不一定說一定要去 就是有什麼導播機啊 這樣的一個 因為其實 你想想看 我沒有OBS 有一個好處 在你自己的電腦 你走到哪裡 就可以 找到你最舒適 你覺得最 單純的地方 最放心的地方 最安靜的地方 就可以錄了 你如果今天去導播機 其實你知道 在大專院校 那個虛擬正門 使用率其實不高 為什麼 因為在你不熟悉的場域啊 然後你上課又要有人在前面 老師準備喔 我們要掀嘴過喔 那個你的教材我要掀嘴過 我才知道你的重點在哪裡啊 那 如果是像這種的 是不是比較接近老師 自己的教學情境 你用簡報上課 那我就把電腦打開 就可以 開始錄製了 我們因為不是要做網紅啦 所以不是要追求最高品質 先從老師願意錄影 開始 然後你再慢慢的怎麼樣 追求更好的品質 我覺得說我的收音可能要好一點 也許你就需要 就是那個 指向性的麥克風啊 或者是無線的麥克風 這樣子慢慢的改善你的 品質 你就會發現 我越來越進步了 而且同學學習效果更好 這個是 跟老師在分享一下 那麼